嗨,大家好,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豆乳凉面。 说实话,豆浆和面条拌在一起,刚开始接触这个概念,我并不十分感兴趣。 不过试过以后才发现,真是特别好吃,恐怕是我做过的最好吃的凉面了。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菜码。 一般黄瓜和西红柿是标配。 我建议大家放一点罗勒和熟芝麻,效果会非常的好。 如果用薄荷叶取代罗勒,也不错。 面条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蕎麦面,挂面,或者是自己做的手擀面。 但是有一条,面不要煮的太软。 面条煮好以后,迅速捞出放入冰水中。 如果不怕凉,最好加一些冰块。 这样的面条爽滑,有韧性。 盐放多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。 放一汤匙味淋。 再放多半碗豆浆。 其他材料可以用别的来代替,但是最好不要省略新炒好的熟芝麻。 因为炒香的熟芝麻在这里面特别提味。 鸡蛋我是提前煮好,然后把皮包掉,泡入盐水中,腌两个小时。 再放两片罗勒。 这碗豆浆面的味道,估计多一半和你的想象不同。 这是我做的最好吃的一道凉面了。 谢谢您的观看,希望点赞订阅。 这里是上市厨房,我们下次再见。